对于有能力的俘虏 一般领导者都是采用招降重用的方式 像直接就把他们杀死的其实是很少见的 尤其是在古代内阁中用梁将的时期 可是这样的事情也是有个例的 就像是我们的关尔阁关羽 在他成为了俘虏以后被人直接杀掉了 这实在是让人不太容易理解啊 关羽是被孙权杀死的 有的人说两个人之间可能一直都有仇恨 可是这个观点是不太可能成立的 在关羽接管荆州的时候 孙权对他还是很不错的 为了维持和他交好的关系 还让自己的儿子给他当女婿 可是关羽这个人向来十分的高傲 他看不起孙权就更看不起他的儿子了 在提亲的使者来拜见的时候 他直接把人家给骂出去了 这件事情当然让孙权生气了 其实是关羽做的不太对 人家孙权本来就是来帮刘备抵曹操的 哪能这样对待一个有恩于他的人 可是在东吴的鲁肃死了以后 孙权和刘备之间的矛盾就不断的加剧了 最后还走向了彻底的破裂 当关羽攻打樊城的时候 孙权没有记恨他们霸占荆州的事情 还派兵去援助了他 可见人家孙权不是那么小心眼的人 虽然孙权怨恨过关羽 但也不是非要他的命不可 可是关羽埋怨孙权的兵马来得太慢了 就忍不住骂出来 豪子这两个字就从他的嘴里边蹦出来了 这才是孙权真正恼怒他的原因 这两个字对孙权来说简直是最大的侮辱 这是中原地区的人专门用来侮辱江东人的词语 是在骂他们畜生的意思 就是因为这两个代表着地狱黑意思的字 让孙权再也忍受不住内心的怒火了 为了拿回丁州 他亲自带着大军做后援 让大将吕蒙去偷袭 同时让人策反了刘备手下的两个将军 最后关羽兵败了 又遭到了孙权手下人的埋伏 关羽之前看不起人家孙权的儿子 到最后可是让孙权狠狠地出了一口恶气 关羽和他的长子都被孙权直接砍了头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了解更多历史信息 请关注二江说历史 留下你的评论吧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